好 那麼高鴻安的公費助理爭議稍不提 現在又傳出 昨天高鴻安他拿出跟鴻海創辦員郭台銘合體的影片是合成的 對此無黨籍台北市長候選員黃珊珊有最新回應 我想請教一下 你怎麼看昨天高鴻安跟郭董合體的影片被發現是合成的 外面的看板很多都是合成的 只要當事人授權就好了 那因為他一開始想說是跟郭董一起拍的影片 那就會被誤解說是不是合成 我就說是當事人有授權 就沒有什麼問題 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 董部長問一下 因為針對高鴻安助理薪水的爭議 您昨天有說如果當市長的話 勞動局該查就查 會不會呼籲現在的科士不要主動介入調查 我不是呼籲 我是說任何有爭議的提出檢舉 勞動局本來就會查 我當市長也一樣 大家當市長都一樣 不需要市長 勞動局依法本來就應該處理 如果有人提出爭議的話 那看起來是沒有 不是嗎